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及法务部调查局承办人员等涉嫌违法搜索等罪嫌 因为我们不能够厘清到底是哪位检察官哪一位调查局承办人员 说不定还有更多的相关人等 因此我们要求的是台北地检以及高检应该要主动的去把它侦查清楚 而因为台北地检本身自己就是可能涉嫌的这个对象 所以我们现在要前往高检来申请移转管辖 由陈丽玲律师担任本人的告诉代理人及相关的法律上面执行的代表人 第一告诉人你就是生存人 我方便说因遭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指挥法务部调查局人员 违法搜索等侵害以提起告诉在案 第二点因管辖权之雇 告诉人不得不向台北地检署提起告诉 为因该违法搜索等犯刑及细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为之 且该署发言人及主任检察官上召开局所会 声言并不违法云云 第三准此告诉人一 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第二款 同法第26条之规定请求军署也就是高检署命令 移转管辖 中华民国106年12月22号 剧状人 王炳忠 转状人 陈丽领御师 中华人 感谢观看